切分音 現在來介紹切分音的打法 以之前講過的四連音為基礎 我們之前說的四連音是這樣打的 由右手開始 右 左 右 左 這樣子是一組 所以之前的四連音 對著節拍其實換了 今天介紹的切分音 是把這四連音的第二個音省略 原本是這樣子 1 2 3 4 第二個音是由左手來打的 現在第二個音要打的時候 左手就停下來不要動 變成1 2 3 4 所以手的打擊順序是 右 右 左 由於第二個音的時間點空在那邊 我們心裡面可以默唸一個音 或者是直接唸出來 右 嗯 右 左 第二個音空的時間空得剛好很重要 如果第二個音空得太久的話 變成右 右 左 聽起來就不像是原本四連音的變化了 或者是第二個音空的不夠久 聽起來會是這樣 右 右 左 右 右 左 這聽起來都不是很理想 比較精準的方式是 第二個音空的時間 要跟原本 第二個音有打的時間是一樣的 右 嗯 右 左 也可以搭配節奏來做練習 像我們之前用的是節奏B 聽起來是這樣的 或者是一個小節就換一次 結構很容易無能力 說 並且用 左 它 右 右 左 它 右 右 左